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诸位上个星期我们说 大脑取向的思维 就是用大脑合理的推理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了 你的用餐是大脑推理 是因为用餐的时间到了 而不是真的饿了 而这个推理 所依据的 是我们所学习来的知识 比如说你学习了 早上7点要吃早餐 12点要吃午餐 晚上6点或7点你要吃晚餐 甚至还有宵夜 所以这些是我们所学习而来的知识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透过知识 我们才变得和整体的生命分开 也就是说 是因知识而创造出那个基地 你想想看 当你去爬山 或者你到郊外去交游的时候 偶然之间 你看见一只不知名的鸟 你不知道它叫做什么 那这个时候你的脑袋 对它是没有东西的 你的头脑是沉浸的 你很认真地注视它 但是你的脑袋里面 没有任何知识生起来 这个时候你只有 旌旗跟激动 它在那个地方 你也在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透过旌旗 你跟它是连结起来的 你跟它不是分开的 而如果你知道 它是一只金益白眉 或者是九红猪雀 那那个知道 便会使你跟它产生分离 它在那里比在这里 但是没有连结 你知道了有关它的知识 知识创造出那个记忆 你知道的越清楚 但那个距离就越大 你越不清楚 那个距离就越小 而如果你处于 那个不知道的片刻 那就没有距离 你跟它就被连结起来了 再比如 当喜欢上一个男人 或者是女人 刚刚坠入情网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距离 你只有惊奇 只有好奇 只有激动 兴奋 或者是狂喜 因为不清楚它 没有有关它的知识 因没有有关它的知识 就没有什么东西将你分裂 因此呢 爱的第一个阶段 有它们的美 但是经过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相处之后呢 知识升起来了 于是 你对它有了一些概念 你知道了它 你的脑袋里面 产生了一个异象 因此在下一个阶段 当你注视着相同的它 但已经不再有相同的神秘了 你失去了原来的惊奇 好奇 激动 兴奋 跟那种狂喜 那个顶点 已经失去了 你是开始走下坡 诸位 当你了解我上面所讲的 你了解了知识 造成距离 那么你就会了解 静心真正的奥秘 静心就是一种纯粹的空间 是一种不被知识所打扰 甚至说是一种不知道的状态 所以人是透过知识而污染而堕落 于是佛法上才会说 要舍世用根 要还原还本 要还我本来面目 人是透过知识而污染而堕落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合逻辑 因为逻辑是知识的一部分 逻辑完全支持知识 逻辑是人造成污染跟堕落的基本原因 一个完全明智 完全用合乎大脑 逻辑过人生的人 或者是说一个从来不允许 不合乎逻辑的事情 发生在他人生当中的人 这种人可以说是一个疯子 一个只有理性的人是无理性的 他会失去很多 他会失去所有真实的东西 而他的人生会是纯粹的世俗 还我本来面目 我们就从小孩没有被污染来说 那么你去想想看 小孩子有哪些性质 是你已经丧失了 小孩子具有无知性 小孩子具有天真的性质 他用旌旗看这个世界 他的眼睛完全清晰 他没有偏见 他没有分别 他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意思 形态 他们不会投射 因此他们知道本然的事实 小孩子知道真理 而我们只知道实体 实体是你在你周围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是你透过投射欲求和思考而创造出来的东西 实体是你了解到的东西 而真理他只是本然的事实 所以上星期的课程当中 我们说要除掉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 那么要如何否定知识 除掉知识 绝对不是用其他的知识 来取代你脑袋中的知识 也就是说 不是佛陀这么说 才必须被否定 如果你的否定是因为佛陀这么样说 那么任何佛陀的所说 又将变成你的知识 来取代原来的知识 否定必须不能够来自于脑袋 因为你的脑袋很狡猾 任何佛陀所说的 又都将变成你的知识 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执着他 你抛弃了旧的 而以新的成为偶像 来期待他们 但是诸位 这个只是玩同样的把戏而已 只是以新的文字 新的语言 新的思想概念 来运作而已 那么要如何否定知识 除掉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呢 诸位 不是要用其他的知识 而是你只要静静的 客观的洞察知识 造成距离这个事实 你只要完全洞察这个事实就够了 这样子的洞见 洞见会使你的知识剥弱 而化为灰烬 洞见会除掉你的知识 而不会被其他的知识所取代 那么你将见到空隙 我们必须去观佛陀的所说 而不是去学习佛陀所说的 在听经的过程中 你应该带着强烈 你应该带着全然性 带着尽可能叶多的觉知 就在那个觉知当中 你将会抓到那个要点 那那个观就是蜕变了 诸位这个过程 你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动见就可以了 只要看就只是看 听就只是听 秀长处就只是秀长处 认知就只是认知 只要跟随着佛陀所说 动息佛陀所说的 不要争辩 不要说是 也不要说不 不要同意 也不要不同意 就只是去听 去洞察它 突然间那个洞见就会出现 洞见是一种无思想的状态 但不是发呆 带着洞见 专注和全然来听佛法 在那个洞见里会改变 好 接下来 我们把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形式 一副如是 这一段 再做一个简短的说明 然后我们再做个总结 新经第二段 它说的是空观 也就是宇宙的本质和本源 是辐射状态的空向 这个空在长时间的物质演变当中 因缘和合 逐渐形成了射的物质状态 射跟空根据因缘和合的条件 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那么简单的说 色是万物的统称 各种物质都是由那些具备各自性质的分子 颗粒细胞等所组成 每个物体都有它各自形成的原因 打个比方说 在海边的晒岩场 靠近海边的海水 在一定的时候 被放到晒岩池 经过了阳光照射 风化蒸发 到一定时间 水分不见了 那就剩下了金银的岩粒了 这个岩的形成 它是有这些原因和条件的 这个在佛法中 就称为因缘和合 属于缘起法 也就是由此条件生此 有彼缘分生彼 这个也就告诉我们 缘分和因果 往往是相联系而交织在一起的 该有的缘分舍不去 因果的关系脱不掉 因为大自然的规律 是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 缘起缘灭 万事要顺起自然 谁言不强求 这个就正如庄子 在南华经上面所说的 不用心志气损害道 不用人为去帮助天 这样子人叫做真人 这个也就是要安时顺势 热天之命 我讲个故事给诸位听 有一天呢 一个中年的男子投河至尽 被正在河中划船的船夫救起来 这个船夫就问他说 你身强力壮 为什么要寻短呢 这个中年男子忽诉回答说 我经商十载 两年前发家自负 今天却赔掉了所有的家产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个船夫问他 那两年前你是怎么过的呢 这个时候这个中年男子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了 他说到 那个时候虽然贫穷劳苦 但是呢 也无忧不利 自由自在 这个船夫问道 他说当时你有万贯加财吗 中年男子回答说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船夫说 那么你不过是被命运之船 送回到了两年前 现在你又无忧不虑 自由自在了 请上岸吧 这个船夫的话一出呢 这个中年男子 他宛如做了一场梦 他想了想 离岸而去 再也没有寻短见 诸位智慧的生活方式是万事随言 有成就不狂喜 不得意 不成功也不忧郁 总是心存高远 不怨天尤人 安分而且随眼 这个样子 就对万事万物 都能通达乐观 能够把一切都看得淡薄 自然就无忧无虑了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这四句佛陀的经典名言 是高度概括万物空观的理论 是佛陀指导我们认知万物的规范准则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这个是说明万物皆空 因缘和合 诸位这一部新经 纯粹以观照般若为忠者 十相般若为归去 这部经只说这个法门 因此我们有再从三观来说明的必要 如果用三观三地的道理来说呢 你注意听啊 空是真地 射是俗地 射空不二呢 就是中地 真地可以破凡夫执着射的见解 是破凡夫的我执 修空观 让凡夫能够明了诸法当体皆空 所以说射不亦空 俗地呢 他可以破二圣执着空的见解 修假观 是破二圣身为原觉着空的法治 所以说空不亦射 虽然说了射空不离不亦的道理 但又怕不能圆容相及 所以又再说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的中道妙理 修中观破空甲两边的执着 射空两种执着的见解都破了 那个就是中道的第一地了 就是真地了 所以总结 射不亦空就是空观 空不亦射就是假观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就是中观 这四句呢 是总说射跟空一样的道理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这是从观生方面说的 而后面的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 这个是从观生方面说的 五运中 他先举射运为例 其余的四运也默不一一皆能 射运的虚望不实 当体皆空 不过射运是物质的现象 而受想形式 这四运是心理的现象 这个性质 虽然不同 但是他的缘起性空是一样的 因为这四运根本也是借由重缘 也就是六根六成合合而成的 本无字体 一一皆不亦空 一一皆即是空 所以说受想形式亦复如是 再来 射所产生的东西既然是空 眼睛所接受的也都是空 那么感受也就是受 也就不存在了 所引起的想 那当然也是希望的 于是 表示思想的行运也是希望的 当然那些了别 也就是是 那也当然是希望的 这个受想形式 世运虽然是心理层面 但跟物质层面的设法 一样是虚幻不实的 也就是说 当社运一空 物质的虚幻消失了 跟着心理层面的 世运受想形式 也就都空了 社字一破 下面的世运都破了 所以受想形式亦复如是 这是一个精简的说法 好 射不易空 空不易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这整段合起来解释是说 依空唤起的物质现象 也就是射 是不易空的 为物质现象做本体的空 是不易射的 那么物质的本体就是空 空的现象就是物质 这四句是说 射空不二的道理 新经的第二个阶段 它是描述波尔出来以后 出正体相一如的境界 射不易空 空不易射 这周遭的空间 变成一个整体 而不是差别个体 新经的第二段 从射立子 射不易空 空不易射 一直到受想形式亦复如是 仅仅只有27个字 却含义生言 它包含了佛陀 如果以众心常的教诲 如果想要获得无价的波乐 诀窍在于悟空 别无他法 新经的理论就是一个空字 上个星期我们谈到 射一般用有做代表 而空呢 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等于无 所以后面的经文说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事故空中无射 无受想形式 当空跟无 对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状况 叫做一切唯心造 那接下来 我们要展开经文 你要好好认真听 你才会知道 它的架构是怎么样 经文说 空中无射 无受想形式 这个是指空中 无无运 这里面是不是讲 空中无射 无受想形式 这是什么东西 无运 这个是指空中无无运 也就是空中无运 同理可证 空中无处 也就是经文所说的 无言耳鼻舌生意 接着空中无戒 接着空中无戒 无射身相畏触发 然后空中无缘起 无十二因缘 接着你再留意 经文的后面 还有普及灭道 那就是空中无地 无四圣地 我们是不是讲 运触戒缘起 再加上一个什么 四地 所以这个经文 是这个样子浓缩起来的 好 再回过头来看看 这个地方的射不亦空 射受想形式 这表示什么 表示运 那就是运不亦空 接着就是处不亦空 戒不亦空 缘起不亦空 四圣地不亦空 诸位经文本身 并没有一再重复叙述 他只是很简单的说一遍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理论 这五个部分 运、处、戒、缘起和四圣地 一旦综合起来的时候 可以如何一再运用 诸位整个大波罗经 就是从这个地方展开的 所以说心经是波罗经 波罗是思想的核心 原因就是在这里 好 空中无色 而色又显现在这个世间 所以世间一切万法为心造 从这个地方来谈心 心起作用 就是心迷 心是如何迷呢 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心迷起作用 然后就一切万法兴起 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密 不起作用 那就无声 无声那么一切万法 是不是都极灭了 都极灭了 所以有声或是无声 诸位 那就看你的心 是否起作用 这个就是为什么称为心经 如果要说心 就是这个一切唯心造的心 运处借缘起四圣地 这个是心经内结构的五大类 我们现在所谈的是第一大类 五蕴的部分 因此五蕴的部分 我们要说的特别的清楚 经文内容首先 采明对于空所应有的认识 而色就说一切万 好这个部分结束之后呢 他接着介绍的是极事 不义跟极事 一个是从反面说 一个是从正面说 注意啊 印度人思考事情 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 这个是印度人写的东西 你这些思维模式如果不懂 你绝对解不开 你解的东西 绝对是用你脑袋瓜子里面 解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弄清楚 它是怎么想的 成为非常重要 你能够解开这个经文的钥匙 我们说大脑的思考是单行道 只会向前走 不会往后看 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啊 印度人提供的生命思维模式 是两方面都要同时用 所以经文说完不义之后 就说极事 诸位你注意哦 不义是反面的思维 极事是正面的思维 你要称它为消极的 积极的 或者是用其他的行动词 来等同 都无所谓 你可以自己去定 但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两者的思维模式 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思考方式的人生观 跟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思维模式的人生观 是完全不同 因为这两者 刚好是两个方向 现在我们要同时思考 这两个面向 以知识的领域来看呢 这是两个方向 但是就行者来说 这两者却是一体的 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 它是一体的 但是当把它拆开来解释的时候 它是两个面向 这怎么说呢 我们用举例来说明 你就能够比较清楚 比如说 一条道路 能够往前走 也能够往后走 道路本来是一体的 但是为什么非得靠右走呢 大家都靠右走 那左边谁走 左边是给对面的人靠右走的 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一条路 是不是一体的 这一条路是一体的 因为你不会说 那条马路是两个单行道 你会这样讲吗 也不会 它是一体的 但是在分析上呢 会有一个靠这边走 一个靠那边走的状况 靠这边走是往这边来的 靠那边走是往那边去的 分别从两边来看 都像单行道 事实上 却是一体的 它跟我们大脑 所认为的那种单行道 是不同的 诸位 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一点 从修行行法的立场来说 它在这个部分 要求的是一种整体性 但是它把这个整体性 分为两个部分 左右两边 正反两边 它两部分同时存在 人类的大脑也运用正反两边 问题是这两边一拆开 就分到扬镳了 不能合一了 而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是两者能够合一的 对于那些修养 心量够大的人来说 两边必须合一的观念 是能够具足的 但是在实践上面 呢 却可能不足 所以修行便一再要我们去实践这个部分 让生命能够双方位 乃至于全方位的对象 能去也能来 能来也能去 这个两者只是代表而已 因为一代表单 代表执着性 二呢 它不仅仅是指两个 它还代表多 所以经文用不义即是 来表示全方位 而不是对立 它每一个这样的训练方法呢 它都有七句 射不义空 空不义射 射是不义空之射 空是不义射之空 射空是不义不义 射空双险 射空双敏 然后 射不义空 空不义射 就这样一直下去 这一点希望诸位啊 你对经文的语言模式 你能够了解 即是跟不义 这种正反的思维模式 在中国的佛教系统里面 是几乎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说 在中国佛教的系统里 有这两种观念 譬如说无这个东西 到底是本性中无 还是说有了以后 把它排除而变成无 在中国的佛教里面 有这两种情况 以对字来看 神秀大师的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浮事 莫时惹尘埃 这个时时勤浮事 莫时惹尘埃 诸位 这个是有还是无 这是有 有什么 有尘埃 这个就是有 有尘埃 于是现在时时勤浮事 把它擦掉了 推之始无 把它排除 变成没有了 这个叫做无 那这一种修行层次 一般通常啊 会认为比较低 而慧能大师的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个本来无一物 因为本来就没有了 所以也用不着勤浮事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比较高层次的修行 但这个不是高层次的修行 而是境界 这是个境界 所以在中国传统佛教里 对于这一个无 首先要看你是修行无 还是本来无 所以自信清净 是指自信本来就清净 不是擦干净以后 自信才清净了 为什么我们当下见不到清净呢 因为自信被污染了 所谓的污染 并不是指渗透进去 而把那个自信给污染了 就比如说 现在我们看这颗水晶球 它本来清净 外面如果有尘埃 那有尘埃的部分 可以擦掉 这个擦掉是外在 而不是内在的推之始无 如果把水晶里面 已经被杂质渗透的杂质 把它给除掉 这个才是推之始无 但是现在水晶球里面 并没有受污染 它只是外面覆盖了很多的尘埃罢了 你就像人生病 是病菌跑到身体里面 致病是把体内的病因除掉 而如果只是弄脏身体 那不叫生病 那是外面不着 并没有污染到体内 所以说自信的时候 是说我们内在的东西 它本来清净 现在我们凡夫所受的污染 被无名覆盖 是覆盖在外面 跟自信无关 自信本来清净 自信并没有受污染 只是现在不起作用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 在中国的佛教 有提到这两个部分 但它跟印度的基本思想 是有些不同的 这你必须要了解 新经谈到的这个部分 是相当奥妙的 但经文 它并没有全部把它写出来 它仅仅用了这两个对句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经文既然用这一种 对比的手法来表现 那么你就得看懂 中国人跟印度人 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这里仅仅用这两对句 我们就不了解 这个对句 从美学的观点来看 这个叫做对称 因为这个样子比较对称 中国人又喜欢对称 而印度人则称之为左右 左右是什么呢 左右就是表达两方面的意见 而不是指两个对立的意见 它是透过两个面向 来表达合一的状况 透过这两者的存在 来说明它们其实是一体的 而不是两个单行道 诸位这个听起来也许很难体会 但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 有两个眼睛没有单一颗的 我们会觉得两颗眼睛相对称比较好看 但其实这是我们的意识在起作用 平常看惯了两个眼睛 拿掉一个 你就会觉得不平衡怪怪的 我以前开过一部车 这个车子后面的雾灯 设计很有趣 它只设计一边 我发现的时候 我就问车厂 我另外一颗如果坏掉了 他说不是 他说是故意设计 我说为什么这样设计 他说故意要让你产生不对称 要让你去注意 所以你看 不是两颗的时候 你会觉得怪怪的 两个眼睛其实是一体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当你蒙着左眼眼睛看 跟蒙着右边的眼睛看 所看的交际不一样 而两个眼睛同时看着东西 那个交距才正切 这个不就是一体吗 这个就是一体 或者你把你的鼻孔 你把它塞住一边 你试试看 你呼吸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样子很不舒服 那个就是不正常 两个鼻孔才正常 所以两个鼻孔是一体的 再比如你以为两条腿才对称 才叫做美 其实不是啊 两条腿本来是一体的 否则你怎么走 你只能用跳的 这两者用我们的观点来看 是很肤浅 但是印度人的眼光 却更深一层 我们从这里慢慢去体会 你才会了解这些 波尔经典的语言模式 它是如何表达的 否则一般都只是轻易的带过去 大波尔经一再重复 它无非就是再重复这些 而新经把重复的部分 省略掉了 变得很简单 但是重蓝变得很简单 我们也必须要把它弄清楚 还得回到原先六百简的脉络里头 否则就会变成忘文生意 到最后呢 整个经文都扭曲了 扭曲之后呢 就变得不知所云了 同样的解金刚经也是一样 如果只看金刚经 何去解金刚经 那是不可能懂的 因为金刚经是大波尔经六百卷的一部分 必须从大波尔经的脉络看过来 你才会知道它在说什么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之后 是受想行事亦复如是 这意思等于 受不亦空 空不亦受 受即是空 空即是受 而这个不亦跟即是会一直解下去 它解到六四 也就是处的部分 言耳鼻舌生意 那也就是 眼不亦空 空不亦眼 耳不亦空 空不亦耳 鼻不亦空 空不亦鼻 舌不亦空 空不亦舌 身不亦空 空不亦身 亦不亦空 空不亦亦 那么当说到戒 便是六成境界 色身相为触法 同样的这里 色是指形象的部分 而不是指地水火风 那也就是 色则是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身则是身不亦空 空不亦身 身即是空 空即是身 相则是 相不亦空 空不亦相 相即是空 空即是相 位则是 位不亦空 空不亦位 位即是空 空即是位 处则是 处不亦空 空不亦处 处即是空 空即是处 而法呢 则是 法不亦空 空不亦法 法即是空 空即是法 诸位按照这个样子 推延展开 那就相当多了 多不多 相当多 五蕴 六四 六成 十二因缘 再加上苦即灭道 算一算 共有多少 这一个一个 待下去 不是很长吗 还不仅仅如此而已 经文接着再说 色例子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由于诸法空向 所以色说完 会说到这里 受想行事说完 也要说到这里 眼耳鼻舌生意说完 都要说到不争不减 这里啊 都是诸法空向 因为每一法里面 都有浮量法 所以这一个一个 都要带下来 诸位大波尔经的 经文表达方式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我来念一段 大波尔经 给诸位听 这个是 大波尔经 卷五 相应品 第三之二 我念一段给诸位听 你就会知道 大波尔经的经文表达方式 基本上都是如此 他说 富士色力子 诸菩萨摩克萨修行波罗波罗蜜多 不见色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受想行事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眼处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耳鼻舌生意处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色处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身香味处法处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眼界若相应若不相应 你看我念三行而已 把最后念一段给诸位听 不见一切菩萨摩克萨行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相应若不相应 不见我若相应若不相应 全部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 诸位大波罗经的经文表达方式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把这个部分的五蕴浓缩下来后 那就是蕴不亦空 空不亦蕴 处不亦空 空不亦处 戒不亦空 空不亦戒 缘起不亦空 空不亦圆起 最后一个是 四圣地不亦空 空不亦四圣地 接着 即是也是一样 运即是空 处即是空 戒即是空 缘起即是空 然后四圣地即是空 再来是 诸法空向 进入诸法空向则 五蕴是空向 六四是空向 六成是空向 十二圆曲是空向 四圣地是空向 诸位这些你都必须弄清楚 因为经文在整个思想系统里 这个部分它是很完整的 接下来 我们要先介绍 两个维士学的名词 三性 三五性 三性是印度维士学派的重要主张 是中国法相中的根本教义 所谓一切存在的本性与状态 也就是性相 从他有无或假实的立场 分成三种称为三性 三性又做三自性 三性相 三种自相 三相等等 这些名词都一样的 那这三者是便迹所执性 依他其性 原成实性 这三种 第一个便迹所执性 又叫做虚妄分别相 或叫做分别性 这个便迹是古代的翻译 心意则称之为分别 那这个所说的心意 是指贤障大师以后的翻译 也就是说以贤障大师翻译为分界点 贤障大师后的翻译这个叫心意 对于无实体的存在 既之为死我 死法 而起妄子之心 这个为能便迹 而他被事所嫉妒的对境呢 称之为所便迹 换句话说呢 换句话说呢 由这个四根境而误认 心外有实体存在 这个就称之为便迹所执性 第二个 依他其性 又做因缘相 或依他性 他呢 是指由各种缘所生起之法 因为是缘合则生 缘尽则灭之法 所以如虚如幻 而非固定永远不变的实在 所以说如幻假有 或者是假有实物 但这个并不是便迹所执而有的迷情 而是借种种助缘而生的 也就是离忘情而自存的 离有情无 这是依他其性 第三个 原成实性 这个又做第一相或真实相 依他其性的真实肢 也就是真如 是变满一切法 这个变满一切法就是圆满 是不生不灭的 这是成就 是体性真实的 所以称之为原成实 当然我讲了 变满一切法 这是圆嘛 不生不灭 这是成就 体性真实 这个是实 所以他称之为原成实 真如离一切相 真如是无相 一切法的本体 西皆真实 所以为真空妙有 又此性仅能由觉悟真理的智慧而得之 所以为离有情无 这个以上是三性 而说明三性的个别为无自性空的道理 则称之为三无性 意思是说三种无自性 这个是针对便记所执性 依他其性 原成实性等三性的有法 所说的三种无性的空意 三无性又做三种无自性性 三无自性或三种无性等 这三者呢 是相无性 深无性 圣义无性 第一个相无性呢 又称为相无自性性 这个是针对刚刚所说的三性里面的便记所执性而立的 便记所执性为所谓的情有里无 在迷情之中虽然是有 但只不过是当时的情境所现的假象 比如说我们在经本里面常常看到的空花 空中花 这个空中花我们是不是在楞严经里面 就一直在讲 它是一种眼睛的疾病 其实金刚经理也有讲过 这个空花就是空中花 以理而言 体跟相有没有 以理而言体跟相具无 所以称为相无性 第二个叫深无性 这个深无性又称之为深无自性性 这个是针对依他起性而立的 依他诸法乃是脱重言而生 无定时自性 譬如说患事 虚患之事 所以称为深无性 第三个叫圣义无性 又称为圣义无自性性 或无真性 或第一地无自体相等 这个是针对圣义 这个是针对原成实性而立的 真如为殊胜的真理 也是为根本 无分别字的对境 所以称为圣义 是由远离前辩计所值 我法性的缘故 假说无性 而不是性全无 这个就是真如 也就是为事实性 好 我们讲这个东西要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空向的问题 诸法空向 为什么不说诸法空性 我们不是都说性空 而没有人说像空吗 为什么这里要说空向 如果啊 笼统来说 空向就是空性 但是事实上 却差很多 这个要从三性三无性说起 你所看到的一切法 都称情有 有就是三有性的有 也就是便迹所值性 你有所分别计较 就叫做便迹所值 这个时候所得到的答案 都叫做情有 是说你在感情上 如果有的叫情有 但是这个理 从真理上来看 却是没有的 所以称为理无 如何把情有性有性 把它转变成无 理无无性 所以称为三性三无性 也就是把三有性 转成三无性 首先是情有性 转变成理无性 这个是转变迹所值性的部分 理无性是属于成就者的境界 这个是属于成就者的境界 凡夫的境界呢 则是在情有性上 这两者呢 都为便迹所值性上的作用 当用事性的时候 就是情有性 当用根性的时候呢 就是理无性 诸位你要留意这两者的差别 至于其中应如何转 那个就要靠修行的功夫了 你不要认为听懂就好 诸位你要记得 懂了不算解脱 懂了不算解脱 这句话你要懂 很多人是说我懂了 我懂了 懂了不算解脱 这个是很重要的 懂仍然是属于事性 懂还是属于事性的部分 要透过修行改造生命 把事性改造为根性 这个才能够叫做解脱 情有透过我们冷静的思考后 仍旧有个一称为依他其性 依他其性的有是假有性 透过修行的转化 这个假有的体性 其实是无的 所以称为性无 也就是把假有性 转化成无性 或是性无 也就是性空的空性 这个无就是空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呢 则是原成实性 辩计所执性 依他其性 以原成实性 有情有到假有 这时分析到底 真的是有 不是假的有 那个真有性 还是有性 要把这个有性 转化成像无 事实上像是无的 无像的 所以说像无性 诸位 像无性 这个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诸法空相 换句话说 从便迹所执性 依他其性 及原成实性来说 其中三有性 转成三无性 再由便迹所执性 提升到最高的原成实性 所以诸法空相 是从原成实性的相无性 来论其空相的 如果说空性 则是依他其性的性无 因此这个地方说的空相 绝对不能改成空性 因为空相 因为空相是依他其性 这个才属于第二阶段而已 所以刚刚说 如果笼统来说 空相就是空相 但事实上却差很多 空相是最高阶段 是把实有性或真有性 把它转化成相无性而来的 总而言之 诸法空相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三有性以转为三无性 不但便迹所执性能转 依他其性也能转 连原成实性他也转 一旦原成实性 转成诸法空相的时候 如来圣性观便已经完成了 什么是如来圣性观 行者的初步功夫 在转凡夫性变成如来的圣性 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 这个就叫做如来圣性观 如来圣性观 这个其实啊 是密法的专用术语 所以诸位这样讲完 你就会知道这里面 蕴含了很多法门 你千万不要小看 这260个字的信经 这个是说诸法空相的部分 让诸位了解 空相是怎么来的 一切法空相 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三有性 把三有性转成三无性 就是转成空相 从便迹所执性 一直推升到原成实性 所以诸位你要去看 这个转化的境界 不要诸法空相四个字 念过去就算了 然后解释成什么 一切法都是空相 不是就这个样子就带过去 要从空相上 从原成实性的相无性来看 诸位这个才叫做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我们几个例子来说明 也许你听完 你就很容易清楚了 在古代走在昏暖的路上 常常会被路上的蛇 吓一条 仔细一看啊 不是蛇 是一条草绳 诸位那一条蛇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那条蛇 有没有 有 有 我最近告诉你 仔细一看不是蛇 是一条草绳 哪里来蛇 没有啊 我刚刚不是讲了啊 仔细一看不是蛇 蛇 是一条草绳 好 这个时候就称之为 便记所执性的有 这个有 就称为情有 是你感情上产生的蛇 其实没有那一回事 当你用灯光一照 仔细一看根本没有 这叫礼物 就是由情有 转变为礼物 草绳是有的 但事实上草绳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所以称为假有 这个假有把它妥析分析之后 事实上本性也是不存在的 草绳在古代 他是用麻或是用稻草边的 所以就神子的本性而言 神子的性是没有的 所以叫做性无 这个就是依他起性 也就是将假有有性 转变成性无无性 然后把这个假有再进一步分析 那真的是有 这个叫原成实性 草绳是草边的 所以他的本体是草 草绳的性是无 但是草是有 从草来看 那真的是有 这个有就称为实有或真有 但这个东西也是其他因缘所组合 所以就像来说 叫做像无 也就是从草本身的值来看 是没有的 所以称为像无 但就草本身的元素分析来看 本体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就现代而言 任何的元素把它分析到最后 就是呢一百多种化学元素而已 我们在念国中的时候 是不是有念要背嘛 对不对 现在我只记得最后 亥乃雅克 咸冬 那分解到最后 就是这一百多个元素而已 但是这百亿种的基本元素 是不生不灭的 它就是那个样子 比如啊 你现在看到的太阳呢 那个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那些基本原子在燃烧 然后氢原子会逐渐越来越重 当它到铁原子的时候呢 差不多啊 就变成了黑色的星球 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很亮的星球 当铁原子越来越重 变成千或者是其他的元素 而且越来越重的时候 它的密度便会一直的增加 体积会一直的缩小 太阳呢 就一直萎缩 到最后呢 它变成一个黑洞 等变成黑洞的时候 密度会一直增加 而体积会一直缩小 最后整个宇宙 全部都被它吸到那个黑洞里面 那个黑洞就变成密度无限大 体积无限小的状况 当然我们要谈的是 当它回复到基本元素的那个地方 它是不生不灭的 其实从化学元素来说 还不一定 因为它还有衰变期 它还有同位数啊 我们所要说的是 当你进入到空向的时候 本体那个部分 本身是空 是相无性 是无相的 它的无相部分 本体是不生不灭 是本来存在的 心经主要是在说这个东西啊 也就是大圣起信论所说的 自信清净心 这个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它本来就是如此 而自信只是假名而已啊 本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换句话说 本体的那个真理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既然本来如此 它就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它没有对立 它没有生灭 它没有够静 它没有增减的问题 诸位如果要进行生命的改造 你就必须要了解 生命是怎么运作的 但是现在最难的 是我们根本不了解 所以一旦真的谈到主题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深奥难懂 但是如果当你真的进入到佛教的知识范围之后呢 你再来听这个部分 你就会觉得很轻松 更何况修行本来就没有异行到 修行的本身就是生命的改造工程 你要彻底改造它 不要假借他力 要自立 诸位佛法 你要记住个观念 佛法是不说他力主义的 在佛门中 说任何他力主义 通通是错的 所以你不要相信他力主义 任何他力主义的思想 都来自于外道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佛陀如果有他力主义的观念 如果你想想看 他何必花49年的时间 穷其一生来推动这样子 艰苦卓劫的修行方式 所以佛法没有他力主义 但是也许你会想说 那那些痛苦的人 在痛苦的时候 喊着阿弥陀佛 或者是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那些等等 你会想说 那这个又要怎么说呢 诸位那个是作为民间信仰 那个是作为在慌乱中的一种定心丸 那个是无可厚非的 对于慌乱的人心 他确实有一些抚慰的作用 这一点不可否认 但他只是当时的一种方便法 在你最恐惧 在你最慌张 在你最无助的时候 所说的方便法 是让你先把心安下来 让你的内心不慌张不恐惧 但是你不要把它搬到真实法里面来 到此呢 我们把经文的语言模式 以及思维模式 说明到这里 下星期呢 我们将要进入经文的下一段 设立者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进 不增不减 此前的关系 我今天就会诸位说到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慈心观 好 请合掌 合掌能够让你的一夜千成功行 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对怨敌者 传播慈心 也就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或是你讨厌的人 我们基于慈悲 今天晚上的祝愿 我们要能够毫不吝啬的 用你最强大的念力 把你所有的祝愿愿力 传达给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或是你讨厌的人 在你的心中 想传达的怨敌者 他可以只是一个个体 或是一个群体 在休息的过程中 你要能够深刻的去感受到那些句子 所引发的感觉 现在请将他们置入那个氛围之中 准备传达给他 愿他剥离危难和仇敌 愿他剥离危难和仇敌 愿他剥离内心的痛苦 愿他剥离内心的痛苦 愿他剥离身体的痛苦 愿他剥离身体的痛苦 愿他每天生活安乐 无有困扰 愿他每天生活安乐 无有困扰 好我们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非常常 谢谢老师 x q